美國國務院發表年度人權報告 指過去一年來 中國的人權記錄在不斷惡化 美國國務院在5月24日 即星期四公布的這份報告 將中國人權狀況歸類為極其惡劣 說中國政府加緊壓制異議 並且限制言論自由 中國外交部分人紅磊星期五 駁斥這份報告 說它充滿偏見 顛倒黑白 自從30年前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的人權事業取得舉小矛目的成就 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在人權問題上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北京每年都評擊美國的年度人權報告干涉他的內政 美國的報告說 中國政府越來越多地數諸法外措施 好像軟禁和強迫失蹤 以壓制政治活動人士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 本年度的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公佈的幾個星期之前 持不同政見的中國盲人法律活動人士陳光誠 逃離軟禁 逃到美國尋求外交保護 引發了引人關注的外交僵局